好很多人准备考试要查英文字典 就有人也会用网路来查单字 好不过如果您用这个Google来查单字的话 最近可能会注意到哦 这有网友发现这个网页怎么悄悄移除 不能再使用了 引起使用者的批评 不过台湾Google是解释说 字典已经和搜寻工具做了整合 但是呢网友是批评说其新版功能也变少了 有人说这根本就不是字典 许多网友遇到不会的字都会上网来查字典 不过现在Google的字典呢 却是无预警的关闭了 让许多网友都觉得真的是很不方便 实际上网点选Google字典 果然发现不再提供服务的字样 悄悄下架之后也引来民众的批评 上网的时候想要查什么字就比较不方便 就还要再去开另外的那种翻译的网站或是软件 其实Google字典的功能还是存在的 只是本来一个按键就可以找到 现在要多费好几步工 使用者得先把单字输入到搜寻栏中 再一续点选更多搜寻工具 才能找到这本隐藏起来的字典 不过新版只有单字的说明 旧版的例句和发音功能全部消失 被评评根本就不算字典 就用Yahoo奇摩的字典去期待 不少网友干脆放弃 不用转贷其他网站的字典功能 让本来使用者不少的Google流失了许多商机 中间新闻王宗泰软相陪台北 才能看到